今天是藝人小鮮特別回家婚姻 跟中佛菜窟窕合作料理團圓的年菜 這道料理叫做食金儒義 裡面有國食國營的切菜 尚情十轉十美 其實因為比較少時間回來家鄉 然後剛好可以借有這個機會 然後自己也開車下來一下 然後又可以學做菜 然後又可以就是關心家鄉的 就是一些鄉親或長輩 這位住在當時養八十二歲獨居留人 大人和第一次的校生都因爲感情來往生 最小人也因爲拍拼變成在不前 當年來都自己一個人 沒他沒我 這處特別的安排 給他很感動 那我們今天剛好透過小鮮的一個公益代言的部分 然後南下來煮一段團圓飯 讓阿嬤可以稍微心情放鬆 不要再一直心悉兒子的病情 我們也希望在我們願名阿財的部分 能夠早日康復 登記志祺創世紀金會北港總盛輔輪車 前輩廟窮窮窮窮在這處的外廠 擔任總破菜 社員擔任人 這處也擔任創世愛心天菜 並且贊助一百分的紅包 比較弱勢一些團體 包括沒有辦法跟 匣子都出外在沒有辦法團區的一些老人家 其實我們做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希望我們來跑在裡面 希望更多的一些熱心團體能夠參與 為了關懷弱世的特殊老人 創世紀金會好友台中 擁有來關注愛心 那我在這邊也呼籲我們 所有的社會大眾發揮你的愛心 然後大家一起來幫忙 這一次的韓式吃飽三食 今年創世紀金會中 在全台十六處來紀辦活動 以家邀請三萬五千人來參加 目前只能無中五千的金會 期待民眾發揮善心 幫助促世的老人 期待環王昆叉方報道